大家好,我是摩根 关注评论就有机会获得288点券皮肤 或者是20元现金红包 你运气这么好,千万不要错过哦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一下东黄太一,黄善该怎么玩 是不是感觉人家的东黄死肉死肉的 怎么都打不死 自己玩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照面就被打趴下了 其实很简单 东黄我们要了解他的被动 他的被动是用一技能打人家的时候 是最大生命值3%的伤害 一技能吸血也是3% 这是换血技能 东黄是血量越多越厉害 然而这个被动只对一技能生效 二技能和大招是不吸血的 名文推荐有两套大家自行选择 喜欢刚的就用调和虚空和宿命 这套名文加了1000多的血量 有移速,有回血,还有冷却缩减 也就是说这套名文 你一级的时候能刚对面五个人 记得要贴脸打 第二套是调和虚空和孟严 怎么说呢 大部分人都选择这一套 因为毕竟他是个法系的 血量加了800 不过也有回血疑速 多了些穿透 可以让二技能伤害更高 各有千秋吧 装备推荐这一套 这里说一下千万不要出吸血书 收益低的要命 如果有吸血书的钱 你随便出个肉装 吸血都比吸血书吸的多 这就是玩东黄的常识 然后呢 说一下东黄的小技巧 首先是对局技巧啊 这个英雄的定位非常微妙 辅助四级前基本没啥用 边路更别提 就是个手塔的 其实他就是个游走的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 我全局都没有去线上 一直在对面红这里蹲着 我经济高不高无所谓 但是不能让对面打野经济高 你跟我刚 你也打不赢我 所以咯 百里只有去篮 篮也被占领了 没野可打 只有到处抢兵线来维持自己 很简单 任何局 不管什么段位 东黄的定位就是游走 就是目前大家所听说的 什么自由人打法 你看啊 跟射手没啥作为 跟打野的话 他又需要装备去填充自己 只有去反野 才能让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 说一下东黄释放技能的小技巧 一技能憋三个球 这个是核心技能都明白啊 二技能能把球直线甩出去 变成范围性攻击 减速眩晕 大招是吸人的 塔下吸人 要么对手死 要么一起死 非常玩命啊 这个时候肉装的中央性就出来了 别的不提啊 说一下大招的技巧 大家准备越塔吸人 或者团战吸人的时候 一定要把二技能先丢出去 这个时候身上是没球的 然后吸到人了 身上瞬间刷新三个球 就是再慌 也要把二技能丢出去 你不丢 他也不会多三个球 对不对 大招又能刷新 我最近见了很多东黄 身上都是满状态三个球 二话不说 直接上去吸啊 这就是浪费资源 其实这个英雄没什么操作性 装备名文出队了 去贴脸打人 狂按一技能就行了 时不时来个月塔强杀 记住大招和一技能的关系 其他没什么技巧 关键就在于从开局你就知道 自己本局要针对谁 恶心谁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说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